春节刚过,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天气阴冷 一大早,月扎乡巴克村村民萧雪凤独自一人下地劳作 对自家的花椒树进行修植 在花椒树旁还空着三月份种植黄金甲所用的土地 丹巴县是加荣藏族聚居县 近年来,依靠特色农业,不少贫困户摘了穷茂 尤其是巴克村大力种植的黄金甲 这种外壳呈金黄色的无镜四季豆 让每亩土地的收益从不到1000元增长到超过6000元 成为当地农牧民脱贫增售的重要渠道 巴克村村主任蒋超林说 2018年以前,当地缺乏销售渠道 村民每天背着贝兜搭车去县城售卖,价格不高 直到2018年5月,某电商平台到村里考察 将黄金甲引入超市,销量倍增 黄金甲从此真的变成了黄金 现在,全村80%以上的村民都加入到了黄金甲的种植队伍中 平均每户每年就能增售7000元 山里的菜书在家门口卖成钱 老百姓不仅开心,更是改变了自产自销的想法 平均一家人就是在八九分地一梦地 收入平均是达到了7000左右 以前都说黄金甲我们只是种了吃,早会变成钱 现在乐别性简直说的是 家门口就能把这个卖成钱 明年自其来我们继续想回答种植规模 如果能够销售量大的话了,我们可以全村覆盖 我们附近城好些都愿意种植这个 依靠着黄金甲,小学凤家在2019年顺利脱贫 现在家里冰柜,电视,无线网全有了 五口人都换了新床,打开冰柜看着满满衣柜的肉和洞货 小学凤就乐得何不拢嘴 中文年自我们就顺存没得啥子收入 就靠种植几块玉米籽子,为高八两个猪 到年底还不是就是看得到两个猪 我们今年自己也就是种的一梦伴 我穿啊衣柜啊那些我都是今年才买的 电视这些都是今年自己的 其实这种下去的话,有经济来源的话 我就留上那些,我想是买沙发买个啥子的行 如果说特色农业是丹巴县发展出的致富新路 那么乡村旅游业就是当地的传统强项 该县中路乡,涅嘎乡等地 依托特色民居甲居藏寨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发展民宿,搞旅游接待 目前,丹巴县全县旅游从业人员达1700多人 普通民居接待户的年收入达8万到10万元 不少藏族民众靠旅游业发家致富的同时 贫困户也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44岁的洛泰正忙着修新房子 以前性格孤僻的他只喜欢一个人喝闷酒 在村干部的帮助下,他学习了水电工并在民宿上班 经过努力,洛泰在2018年底脱贫了 2019年攒了几万块钱后,他决定扩建房子 等疫情过去了,半个民宿挣钱脱单 以前是房子就比这个小的多,而且也比较破 从自己家里面那些,就没啥子那些,不说那些电器花那些 就是一个收获的东西 精准扶贫回家扶持以后呢,钱也一点点有了 就开始买了些电器花啊,还有屋头买点的家具啊那些 把房子写新秀了,就准备告个旅游接待 打造出来的过后,挣点钱,娶媳妇吧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